C412 巴婆Basis 嗨 大家好 我是米歇 我是楊洋 我們今天呢 是一個 在東區閒晃的 漂亮女子 哈哈哈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東區的網美咖啡廳 對 就是好拍又好吃的那種 那我們今天總要介紹兩間 這兩間我們都沒去過 對 可是因為太好看了 我覺得這兩間都算是 蠻特別的 所以就是 我們今天就要來去看這兩間 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去呢 是的 好吃的話就推薦給大家 不好吃的話我們就不上片了 那我們現在先去第一間 走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間咖啡廳 說實話妳根本不會想到要來 因為妳在路上看不到她 她在11樓 還沒走上來之前 就會想說 等一下妳這個要去嗎 這是誰家嗎 可能我要花一千塊才出得來 對對對 走進來看到這個環境也會覺得 天哪是不是 不該來的地方 不然就很像那種E-MA-SPA 有 很高級 而且蠻典雅的 很舒適 然後它每一個家具 每一個擺設 其實都有設計過 然後這邊有一個比較 帶反座的一個階梯 它好像是 設計裡面來自於 日本深色法 然後樓梯走上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 花香 你可以在這裡拍各種夢美照 超適合拍照 然後還有它旁邊有做一個 清新 看到嗎 有沒有過普遍到 然後一樣 它都是做落地床的設計 整間就是有點 無禮物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一定要天氣好的時候來 就是陽光灑進來 那個感覺真的不一樣 但這邊很好拍 因為充滿自然光 我覺得你怎麼拍到 其實那個光線都超漂亮 對 如果你按雨聲的話 搞不好也會不錯 喔就是坐在這裡 然後想事情 然後雲 也是很有意境 失戀的時候 然後 然後12樓它 今天沒有開放 那裡面還有一個空間 然後就比較現代 對 風格就差很多 那裡面一吃起來 我覺得它們好漂亮喔 對啊 就是很簡單還有質感 最原先來吃 草莓奶昔 草莓奶昔 超美的 喔 螃蟹奶油好好吃喔 它這個最上面放了一半 就是花瓣的 一半的桂圓在上面 嗯 上面有奶油 然後配一點新鮮草莓 這個很像 吃一個草莓蛋糕 而且是好吃的那種 喔 我好久沒有吃到 這麼好吃的那個奶油 或許這個 它的甜 就是很那種 黑糖桂圓的甜 而且好沒有負擔 而且桂圓香好香喔 來吃一點的薄餅 我才拍切一半 薄餅看起來很厲害耶 法式薄餅 嗯 超喜歡 那種千層的感覺 對 欸是不是法式薄餅 其實跟千層是 其實是同一種東西 因為它們都是薄餅啊 然後一層一層 每一層都有奶油這樣 好吃 嗯 它那個皮也有一點那種 蛋香 很棒 而且它雖然中間都包奶油 可是吃起來完全沒有油膩感 嗯 沒有 就覺得很輕盈 然後它沒有很甜 其實它甜的主要來自於 它剛剛淋的那個蜂蜜 所以它鐵吃起來 骨打乾不會很重 所以又是好吃的 好好吃喔 坐在這個酪力上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有質感 結果今天是一個貴婦 身上白 然後 我外面看好像是鐵皮 沒有 有些位置的風景還不錯 我們現在兩個人吃 一人一杯飲料再加一個薄餅 嗯 七百塊左右 大概七百塊 加了服務費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 而且它冬季是好吃的 然後我們剛剛點吃的時候 店員有跟我們說 你點他們現在當季推薦的東西 可以有一個占卜的活動 他們好像一直以來都會有一些占卜活動 嗯 但是你要點什麼 好好每一集都會換 好 然後 白白 然後 跟我一樣 背藍背藍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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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覺 我在想這兩個 直覺 第一個想要的 對 高美 奶油 小 來 你剛剛抽籤怎麼樣 我覺得蠻準的欸 你的是愛情跟事業而已喔 你知道它的最後一句話是 畢竟那麼可愛的你值得被好好疼愛 OK 我覺得它裡面有有把我的內心解鋪出來 大家如果想知道你們自己來撤好 對 我自己看有幾段覺得都很有趣 就是我覺得好符合我的感覺 對我也覺得很符合 好 而且我的跟你的不一樣 我的有愛情事業跟金錢上面 這小靈靈 它就說 愛情佔領你的人生不過一點點長度 不想花太多時間在男女情愛上 認為人生還有很多值得去追尋的事 這個超準 然後 金錢的部分 一旦看上的東西 多少錢都想要帶回家 或是為了要買那樣東西 努力賺錢 然後帶他回家 那 就是不管怎樣都要帶他回家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來到第一家 推薦的咖啡廳 月夢咖啡 我覺得我應該還會再來 尤其是這個占卜真的太屌了 一記來一次 對因為我其實不太相信占卜的人 但是我剛剛一看我就有點嚇到 它有幾句話有打中欸 對啊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這間店 我真的推薦大家 在天氣好的時候來 我自己喜歡看到晴朗的天空啦 所以在那邊整片落地窗 就會很開心欸 不管你是愛拍照 愛吃好吃的 我覺得它都有滿足到 所以蠻推薦的 好那我們現在去下一間 走 快到了第二間 嗯 好來了 這間好美 看一下 它走一個比較浮花的部分 超級浮花的 然後跟剛剛比起來整個風格就是相伴 因為我們剛剛在高空中 現在在地下 對地下室 然後它這邊很多乾燥花 一些植物的設計 然後每個空間好像做不同風格 對每一區都覺得不太一樣 對一樣就是可以拍很多種系列的照片 所以它正中間感覺現在有在跟喉嚨油做磨動 它有一些新飲料好像就是有一點做微醺的那種 以及那個酒精的氣泡飲嗎 之前那邊好像是噴水池喔 好像大家必來的噴水池 它可能每一段時間會壞 對 但它現在也塞得很漂亮 有一個拍照點一定要告訴大家 是廁所 廁所很漂亮 廁所好漂亮喔 那就是比較暗但是很美 它有一個迷幻的風格 可以大家來看一下廁所 我覺得廁所好美喔 廁所是粉紅色的 哎呦 咦 高克娘娘 妳喵喵不關門 高克娘娘 來超美的 來我家我家介紹一下 你要住在這是不是 我們這邊要 那我們就打擾了 重點是它的那個 粉紅色超可愛 這邊很可愛 這邊的設計都很可愛 然後還有全身鏡 在這裡 指令你的遺容 然後還有拍一張美美的網美照 然後再近一點呢 就可以有反射到那個 騎手台 欸是不是超好看的 好看 這裡妳就可以拍個幾張了 好 妳在看什麼 妳在看什麼 誰看什麼 全英文 大家可以在這裡介紹 拍攝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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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綿超紮實 超綿超紮實 我覺得它不是海綿分的高 它是富朗尼的冷漬耶 我覺得算 有巧克力的苦味的 中間的醬味道比較特殊 感覺就是那個 它上面說甘納實 因為分不太出來 甘納實是什麼東西 可是不是一般的紮實打醬 跟奶油 超級的 剛剛有一顆莓果在冰塊裡面 超可愛的 有點草莓科爾比斯 因為有的科爾比斯 會帶那種氣泡 草莓科爾比斯 氣泡飲的感覺 還不錯 還不錯 那就是 滿常見的味道 我剛剛是不是都不知道 甘納實是什麼 我剛剛查了 甘納實是一種 由巧克力和鮮奶油 煮成的 柔滑的奶油 用於夾心巧克力的軟心 它一連糕點的使用 重點是它的法文的原意是 笨蛋 蛤 它是巧克力笨蛋蛋糕 好可愛喔 為什麼要叫它笨蛋 難怪吃起來有點像那個什麼 笨蛋嗎 巧克力餅乾會出現的味道 喔 我知道 巧克力派 巧克力派裡面的感覺 一點點像 這邊有那個Q度 嗯 我覺得這個很香的嗎 真的好好吃 欸 香蕉花 香蕉花 感覺好吃欸 香蕉花很好吃 很脆 但如果可以再摔一秒再進去 嗯 裡面超美的 喔 斷噴 大家不要穿白才贏 真的 好吃喔 這是因為280的涼麵 它的 這麵很好吃耶 這麵超級甜的 很好吃 這280我們要不要很嚴格 我現在還不能說它很值得 這麵很好吃 這麵很好吃 這麵好嫩喔 我們選了肉絲選的牛腱 它一來都真的變非常的香 溫溫的 我喜歡 這牛肉麵跟牛腱 對 它兩麵這樣很香 可是它的麵是很Q 很Q 而且它這兩麵就是有醋的那一種 我喜歡 就是我這樣吃起來的那個醋 我也太節奏 帶一點酸 然後有點綜合掉麻醬那種 很低的感覺 很對 牛肉很厲害耶 好 像我會想要吃他們家的各種牛肉麵 它不是還有牛肉麵 有的味道 它有各種彩色麵條 對 我那時候在點菜之前 我就覺得 我就說了一句話 我自己覺得 好像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你看我們一碗 涼麵 你覺得280超貴 所以你去吃一碗義大利麵 280你就會覺得 還好 我們這是從洋內外去 對啊 它這個做的是有 比較高價的價值 牛肉不錯 然後它的小菜我覺得也滿開心的 對 這個讓我下巴 因為它這一間做什麼 平衡啊 感覺就是重狀況 那餐點本來就對它不會爆太高的期待 但它是突兀的期待之類的 它擺盤也很認真 然後這個兩天它 完之後 就是有泡冰塊的這種食物 它有這個食物 欸我這樣就很期待它其他餐點 因為它滿多現實的餐點 我覺得它比較特殊的是很多那種咖啡店 它賣的都是地大利麵 嗯 燉飯 它比較多的是涼麵牛肉麵炒飯 還有那個 還有超爽 感覺超好吃 我覺得很柴很棒 對啊 它這邊呢是還有提供包廂的 然後包廂的風格 每一間風格都不一樣 對 就都很好拍 然後大家是可以跟一群朋友揪一揪 它包廂一間地上要三千塊 三千塊如果十個人的話一個人三百 它不是給一份參加 對啊 你一個人吃的話五百塊左右 你吃飽喝酒也是值得的 因為它很好拍也好玩 以上兩間呢就是我們這次介紹的 東區網美咖啡店 兩間呢我們都第一次去 但是意外的都很推薦 都是好吃好拍 又好玩 好玩嗎 還蠻好玩的 真的推薦 然後價錢也是合理的咖啡店 對 在東區真的蠻合理的 沒有說便宜 它就是那個價錢 大家懂 對 大家如果想要拍美美的照片的話 這兩天非常推薦大家 修建風格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看你喜歡哪一種 但是要注意一下 有些人會想要外拍去那邊拍 這種可能就不行 因為會蠻容易打擾到店家 或者是當下的客人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保證給你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的話 希望我們都可以在下留言告訴我們 就會幫你訪明社跟Facebook 想要支持的話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趕快揪閨蜜去 想再看我們拍什麼主題也可以留言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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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